你 你怎么还不回去啊 我有些事还得处理一下 什么事 我在这儿你是不是觉得不方便 没关系 你要给王伟打电话 要约他你就竟敢约 真的 韩拉 我想通了 我马上可以跟你切换成 之前的咱们那种同事关系 我可以做到的 你要跟王伟复合 我也真心地祝福你们 真的 什么复合不复合的 我现在除了工作什么都不下 这 之前不是你说要复合的吗 我是一时冲动脑子坏了 一时冲动 不是 你 你看你这一时冲动 你害得我差点以后 就没有冲动的能力了 好了 别开玩笑了 你还不工作 真想那么晚回去啊 行行行 我马上弄完啊 我一会儿请你吃宵夜 你最喜欢的这个冰啤酒 加上那个烤扇贝 我再点一点小龙虾 给自己压下机 可一般 你怎么了 吃坏东西了 没事 没事 可能加班都关心 对啊 你对电脑时间太长了 我没那么精归发心的 我没那么精归 娜娜 娜娜 你怎么了 娜娜 娜娜 你说她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晕倒了 你太太有低血糖 营养不良加上疲劳过度 当然会晕倒了 孕妇要多注意收拾压 孕妇 恭喜你 已经两个月了 还不知道吗 不 不可能 上次就有一次假命的状况 你不信 这样 先留院观察一晚上 明天早上再检查一次 不过我跟你说 按照我的经验 那是百分之一百啊 你三十岁了吧 是时候要孩子了 怎么 情绪上还不能接受 担心想工作 我跟你们说 你们这些白脸女孩啊 不要成天只想的工作 工作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但是生孩子不一样 这相差一两年 这身体状况就完全不一样啊 孩子既然来了 就好好生下吧 相信我 你不会后悔的 没有哪个女人 会不喜欢自己的宝宝 行了 先休息一下吧 来 家属跟我来 你太太身体很虚弱 你要多多照顾她 根据以往的病史来看 她曾经是不应体质 是不是球营过程中 压力太大了呀 越是不容易怀孕 越是要感谢老天的恩赐 这样 好好调理身体 照顾好这个来治博弈的宝宝啊 好 医生 您确定她怀孕了 以我的经验来看 是百分之一百啊 医生怎么说 她说 百分之一百确认 你真的是怀孕了 反正明天早上不是 还有一个检查可以确认吗 但医生那么肯定 我想应该是不会弄错的 好事啊 别这个表情 怀孕也是好事对吧 别的都不要想 你先把身体养好 这是最关键的 好吧 你现在就把自己当孕妇处理 你 你先别怀疑什么 你就当自己怀孕了 好吧 我去办手续 放心吧 你乖乖待着啊 别乱动 我 百分之百 是的 完全 你 妈 我昨天出差了 今天给你弄回去 妈 你跟爸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 好好逛逛呢 行行行 我会出去吵的 放心吧 拜拜 来 新早餐来了 怎么样 满血复活没有 好多了 来 谢谢 你吃 来啦 我昨天一晚上没睡 我深思熟虑过了 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打算 我跟你一起养他这个孩子 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不是 你 行不行 你是在野苦行性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单亲妈妈很多的 也很普遍 现在啊 女生很强大 女汉子又当爹又当妈养活一个孩子 没问题的 你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一个女人 你自己带她一个孩子 这条路有多艰辛啊 听我的你就 让我陪你一起走 我现在最需要的 是你能帮我一个忙 你说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怀孕 帮我守住这个秘密 包括王伟 好 喂 赵医生 赵医生您好 去产检呀 下礼拜二 下礼拜二 我可能有个会 您能不能安排其他事 好 好 好 那没问题 我调整 好 谢谢您 再见 来 来 来 我给你说个事 我下礼拜二想请个假 下礼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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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下礼拜二有个会 那挺重要的 你有什么事啊 我刚才医生跟我说 让我去产检 因为我之前得过巧克力囊肿 所以必须得定期检查 这样对于我们的孩子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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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你 你自己小心点 然后检查结果出来之后 看怎么样不必跟我说 好 好 医生 把握给你了 你放心吧 胎儿一切正常 那些是回孕出去的正常出血 少掉孕妇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但你不要有太多心理压力 这段时间啊 你最主要的是调整一些作息 别太操劳 饮食呢 要清淡 不要太多的油腻 丰富营养 还有就是 适当的补充叶酸 这个对胎儿有好处 好 我再吃 是吗 是吗 好的 这个拿好 谢谢你了 谢谢 慢走 methodology 好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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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陈医生在哪间啊 丽姐 先中午吃饭啊 好啊 对了 你这样小张吧 小张 不用了吧 改天再约他 先我们两个人见吧 我跟他没什么呀 挺好的呀 那就这样吧 中午见喽 拜拜 拜拜 喂 这个人 奇道小张奇怪了 对不起 好多了吧 来 吃一片 不好意思 不是说达达达姐 不当然让你来接我 走了 达达姐 那个 我想起来多叠入宝江 好像他跟我说了个什么秘密 秘密 秘密 好像还是关于你的 这什么我忘了 我说你年龄不大记性 怎么这么差呀 小默再说我 我约了人先走了 吃药啊 这什么事啊 好多了 好多了